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依林 美国总统大选倒数两个月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受到各界支持选情看掌 一群台美人组成的动算后援会 日前启动 与会者从台湾安全 台美共享价值 移民群体的角度 分享挺贺锦丽的理由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贺锦丽选情看掌 由台美人组成的 台美人应援贺锦丽动算后援会 日前以线上会议正式成立 展现台裔社群在美国的活跃影响力 与会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 克利·什纳穆希表示 川普若当选将会造成 美国社会的对立与分裂 台湾也可能面临危机 是非常明确的 特朗普已经说了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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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来自台湾 父亲是拉丁裔的新墨西哥州州众议员蒲湘 莎莹 郑香盈表示 自己身受台湾及拉丁裔文化根源 同时支持贺锦丽移民系统改革等相关政策 研究亚裔美国人流行文化的台译作家杨志和则说 自己从没想过能投票给亚裔的总统 曾代表民主党参选加州第45区联邦众议员的陈介斐官查到 这几年有越来越多台美人参与公共事务 台美人应援贺锦力动算后援会 也将为参选联邦众议员的亚裔人士助选 希望帮助民主党赢得众议院多数 中央社记者石秀娟 华盛顿报道 美国民主党候选人贺锦力近来民调直起 但在穆斯林社群仍有待突破 挺巴勒斯坦的民间团体认为 贺锦力多次强调支持以色列自卫 等于拒绝他们提出对以色列禁运武器的呼吁 有不少民众在游行中举牌表态巨头贺锦力 加萨战争进入第十一个月 美国挺巴勒斯坦的民间团体持续走上街头 呼吁停火 随着美国大选逼近 群众声援巴勒斯坦的同时 也展现对执政党民主党的不满 批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力获得提名后 有别过去曾为巴勒斯坦的处境发生 现在多次强调支持以色列自卫 这等于拒绝挺巴民众提出以武器禁运 逼以色列停火的诉求 there's nothing that in what she said that has shown that empathy or that sympathy if she really is then she'll say Israel you must stop your genocide and if you don't we're going to stop sending weapons and aid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 will accept that what Kamala Harris is saying is different than anybody else and what the Palestinian people want is the end of occupation and colonization and freedom and liberation 挺巴斯坦民众普遍认为 贺锦力和拜登的政策没有不同 民主和共和两大政党 挺以色列的态度也都一样 近来的挺巴斯坦游行中 可以看到不少民众 举台表态巨头贺锦力 不想再被民主党 以川普当选会更糟的话术绑架 if you care about reproductive rights where are you when you're watching these babies being murdered in Palestine when you're watching women can't give birth to do actually something enough words the words are meaningless I think Kamala Harris is unlike Biden is not a actual committed Zionist but I do not believe that she will change policy in any significant way It's heartbreaking to see that we're all complicit in this just by being born in this country 贺锦力近来的民调 已经领先川普 但在穆斯林社群 仍有待突破 根据美国伊斯兰关系协会 8月底针对穆斯林人口 进行调查 贺锦力获得29.4%的支持 川普11.2% 另外两位小党候选人 共获得33.3%的支持 16.5%未决定 8.8%打算不投票 中央社记者石秀娟 芝加哥报道 意大利威尼斯影展 日前盛大开幕 台湾今年在沉浸式作品 竞赛单元 有多达五部入围 导演周冬燕 更在主展场金光大道旁 表演作品 不仅作物虚席 一旁还吸引许多群众 好奇为观 众人排排坐 戴上VR装置 看似各自沉浸在 自己的世界里 同时却也跟着台上舞者 方向一致的摆头 台湾很剧场导演 周冬燕的沉浸式作品 放开你的头脑 入围今年威尼斯影展 沉浸式内容竞赛单元 他在主展场旁表演 每晚两个场次 引发排队人潮 前来体验 场场座无虚席 VR虽然说 我们已经在里面耕耘 很多人在里面耕耘很久了 但是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 还是蛮新鲜的东西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 在意大利的观众 或者在台湾的观众 我其实都可以看到共同点是 他们第一次戴上VR眼镜 第一次透过VR眼镜 去看到世界的那种惊喜感 是我觉得 不分意大利或台湾 或在世界上 其他的影展等等 都觉得这是我们 花这么大的力气来 想要分享跟想要做的 通常观众观看沉浸式内容 透过VR装置 进入个人化的虚拟体验 与真实世界隔绝 但是周冬燕打破这个法则 让观众接受引导 随音乐摇头晃脑 宛如参加摇头趴 也成为共同演出的表演者 现在我非常感激烈 它是非常特别的 它是很特别的 我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 并且它是非常有趣的 它是专门的 专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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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冬燕的展演广获好评 他表示在户外演出技术上是一大挑战 需要运用非常多无线网路科技 一次控制32个观众的VR装置 他很感谢透过台湾相关部会支援 让团队能够完成这一次的展演 中央社记者黄雅诗 威尼斯报导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五一零 我们再会